北京时间2月23晚,中国足鞋超级杯在江苏苏州打响,上赛季中敲冠军上杠队阵去年的足鞋杯冠军果安。 上半场,郭全博和颜峻林,李宝克自称吃不失。 第62分钟,王申超为上岗打破僵局,四分钟后,王申超助攻绿文军在下一城,最终上岗2-0战胜国安,夺得超级杯冠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上岗第一次参加超级杯的比赛,也是他们队史第一座超级杯冠军。 他们也成为了这项赛事,1995年创办以来第九支渡冠的球队。 此次一役,上岗击败国安获胜,学将报内情,有谁注意阿尔克森这举动。 上海上岗2-0胜国安夺冠,下半场第71分钟,规划球员侯勇勇气不换下吃中国登场,这也是中国首位登场比赛的规划球员。 而对于规划球员,人们一直热议的有阿尔克森,阿神车,如果说要谈到规划的话,可能我也在考虑一个正式的邀请,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好都成熟的话,为什么不呢? 但是在上岗超级被夺冠上台领奖的时候,阿尔克森一次身批巴西国旗参加了颁奖流程,这一举动让规划他打上了问号,学将唱关于规划球员,向阿尔克森,具备条件,他放弃巴西旗,加入中国旗,为国族出场,出场费怎么算? 作为外员机联赛,去了不要给他报酬。 他作为国族球员,难道免费踢? 免费为国族踢球,他没必要加入中国集办,为国族踢一场给多少钱和? 是! 他为国族踢一场给几十万,本土球员不给钱,这可行吗? 为国族效力,变成了交易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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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